蓬佩奥上周六宣布 解除美国与台湾官员交往的自我限制 台湾方面立即表示欢迎 蓬佩奥的宣布 使他在谨慎不多的任期内 又一次疯狂的挑衅 加之美驻联合国大使将于本周反台 这被外界普遍地认为是 特朗普在最后时间里 对中国大陆的一次反应测试 更有人猜测 蓬佩奥有可能在最近十天内突然访台 对此希望台湾方面明白留下三点事实 一、美国很远大陆很近 这八个字可以很精简地概括 当前台湾的实际情况 台湾一些人可能认为 台独的唯一机会是美国 然而现实是 大陆距离台湾只有区区的两百公里 而美国离台湾却有万里之遥 一旦发生不测 谁更容易 雷霆万军 谁会边场莫及 答案是很明白的 西律的朝鲜论剑 中国大陆一穷二白 尚且能击败十六国联军 逼其在和平协定上牵制 比如 以如今的大陆的力量与体量 如果还有谁 幻想着能够击败中国大陆 大概连他自己都不太会相信 美国对大陆的军事优势 主要在于航母舰队 但这仅限于在远海的较量 若是在中国近海 这种优势 当然无蠢 并且由于中国 岸基航空兵与东风导弹的存在 真到战时 美国航母舰队 不敢靠近中国海岸 两千公里以内 在中国近海 弄几条军舰架几门大炮 就能够胡倒中国的时代 遭遇远去 与日本韩国 或是东南亚某国 作为进攻基地 如果他们真这样做了 意味着日韩 等国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想必他们都不少 神仙打架 让自己沦为了炮灰 为了一个事不关己的台湾 让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 这是谁都不愿做的生意 所以说 一些台湾人认为 美国是台独的希望 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相反 一些美台政客的激进行为 带来的将不是其台独路上的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而是灭尽自灾 蔡英文没有足够的筹码 蔡英文曾在一个 电视采访中谈到了台海形势 声称自己也是棋手 很明显 他很清楚台湾只是美国的一名棋子 并且愿意承认自己的这种地位 并甘心地被人利用 但同时 他也在利用美国 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大陆 希望中美互斗 台湾坐收余力 他也将自己定义为棋手 然而 相较于美台之间的那点相互利用的小心思 与其说台海形势是一个棋局 倒不如说 这更像是一场排局 围坐在桌面上的双方 想要赢下这场比赛 靠的不仅仅是背后的心思 更在于筹码的多少 台湾要想在这盘的排局中玩 并没有足够的筹码 又如两大顶尖高手的对决 如果是扫地生那样的实力 自然可以轻松掌控局面 但若是不路流的选手 更多的是明火烧身 山两岸的唯一出路如今的台湾 似乎陷入到一种深度的自我麻醉的状态 诸如田鼠哥 榨菜哥这类的名嘴 在台湾舆论场营造出了一种 大陆饥寒交迫 食不果腹 水深火热的景象 再加之民进党对台湾舆论场的严格管控 导致了台湾看不到一个真实的大陆 即使如此 曾有台媒进行一次民调形式 绝大多数受访台湾人认为 若两岸开战 台湾的胜率不到两成 这便是在绝对实力面前 所有套路都是完蓝的真实体现 实际上台湾的几率不是两成 而是接近于零 台湾应该明白 大陆之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主要是处于两岸同胞 共同扶植的考虑 这就好比一家人内部 不论谁伤害谁 都是这个整体家庭的灾难 于是大陆在近和平之最大诚意 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处于中国大陆发展的需要 不宜清起战端 但同时台湾更应该看到 台湾是中华民族不可割舍的领土 另外台湾也是中国大陆自由进出 太平洋的最后战略缺口 一旦台湾丢失 这大陆将永久地失去经营全球 维护全球利益的最后窗口 进而被永久地分尽在第一岛链内 上述两点 不论哪一个原因都决定了 台湾是中华民族 绝不会丢失的一块土地 说有其他方向的损失 就比如 大陆应收复台湾 遭到了西方的劫难 就知这两点相比 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为了自身的领土统一 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 为了维护自身的全球利益 为了保住自由 进出太平洋的最后战略缺口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会再说不行 因此台湾方面千万不要觉得 有美国在大陆不敢怎么样 大陆为了发展 也不会怎么样 这个论识绝对是错误的 当下的蓬佩奥之流 在利用自己剩下不多的日子 疯狂地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他们就像一支彻底溃派的军队 一方面 善心病狂地破坏着撤退路线上的一切 另一方面 又在给拜登团队买雷 防止他们进行重建 所以 希望全体台湾看清现实 别成为了某些激进政客 为自己捞取利益的牺牲品 同时 台湾还应该看到 实适应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允许中国领土再分裂一分一毫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最后的时间 加紧出台反华决定蓬佩奥主导的外交团队 从中扮演了最活跃的引领角色 这届美国政府的任期只剩下十天 但这对中美关系来说很可能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十天 蓬佩奥进入了极其疯狂的状态 大有将反华牌出境 搞出过去完全不可思议的极限的破坏知识 他们就像是一支溃败撤退的军队 要炸毁每一所建筑 然后再埋下地雷 阻止未来可能的重建 中国必须坚决打击这班破坏者 在他们的破坏进入到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时 与银头统计 我们绝不能够姑息他们胡作非为 从禅里看 这班人很快就将失去权力 不与他们过度的纠缠 保持美国政权过渡期中美关系的底线稳定 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 但这需要一个条件 就是离任者讲规矩 或者他们搞破坏的手段和力度有限 美国的体制对他们有较强的约束 然而现实情况是 蓬佩奥等人完全的善失了 有如脱缰的野马 美国建制派在一盘作弊上贯 蓬佩奥这班人处在了对中美关系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愣性嚣张的状态 但是蓬佩奥冒紧到了中国台湾问题上 他只以为在这里最能够击痛中国 也最利于颠覆整个中美关系 使之走过去了就无法回头 因此台湾问题显然成了他的最大的赌注 然而这班人被傲慢冲昏了头 他们竟然忘记了 台湾地区是中国博弈工具增加最快的地区 北京为寻求和平统一 一直克制在这个地区的行动 但中方快速增长的势力 最有利于在这个地区投入使用 对美方的企业形成沉重打击 让我们把实力和决心都拿出来 给台独一个根本性的教训 将蓬佩奥之流定在历史的赤鹿柱上 他即使对中美关系 造成跨美国总统任期的震荡 其对两国关系长远正常的发展 终将离大于毕